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當10A的電流通過一個燈泡時 一個燈泡相當於是一個電阻 上面有烏絲 那這個通過烏絲以後 它會發光發熱 所以烏絲相當於是一個電阻 那麼他問說 第一題 每秒內流過電燈泡的總電量多少 10A的意思就是說 每秒有10酷輪流過 所以A小體內是10酷輪 每秒10酷輪流過 然後V體 他說每秒內流過燈泡的總電子速度多少 那電子它的電量是1.6乘以10的-19次彎酷輪 那這樣子的話 它每秒流過10酷輪 那10酷輪的話 有幾個那個電子 10酷輪 每一個電子呢 它電量是1.6乘以10 乘以10的-19次彎酷輪 每個電子 它含電量1.6乘以10的-19次彎酷輪 它是酷輪 所以算出來的話 這個當然是每秒 這裡還有一個每秒 那每秒我們成類 因為這10安平 這是每秒 所以你算出來的話 這酷輪消掉 各上去 算出來多少呢 10除以這個1.6 10除以1.6 這是6.25 所以是6.25 乘以10的-19次彎酷輪 19次彎酷輪 每秒 所以每秒 它有這麼多個通過 所以答案是 6.25乘以10的-19次彎酷 每秒有這麼多個 所以答案是 放入冰箱